敗選的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一號首度發聲 並且沒有認輸 由於支持者堵塞公路 上街示威 警方宣布必要的時候 將會動用武力驅散支持者 選舉結果出爐兩天後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首度公開發聲 簡短談話中 沒有承認輸給左派的前任 總統魯拉 但表示將遵循國家憲法 幕僚長諾蓋拉告訴記者 波索納洛已經授權 開始權力交接 極有意的波索納洛 在選舉結果出爐後 沒有立即發表談話 許多政治分析家便警告 波索納洛可能拒絕承認敗選 過去兩天 卡車司機以及他的支持者認為選舉不公 封鎖全國數百條公路 並呼籲軍事干預 要求解散國會及最高法院 警方對示威群眾祭出催淚瓦斯反制 各界擔憂向來敬仰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波索納洛 前總統魯拉拿下百分之五十點九選票 顯勝波索納洛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一 波索納洛速度質疑選舉制度表示電子投票系統有舞弊嫌疑 然而即使在法院要求下 他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